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貴賓 各位師長 各位同學 以及影音平台上的各位 大家好 歡迎麗麟文倩講堂 今天的演講主題是 民主政治與投票選舉 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 邱文倩 陳老師 哈囉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最近已經成了UNIQLO的代言人 因為我身體看到手術的關係 然後呢 今天我為大家請來一個非常特別的嘉賓 他來自烏克蘭 他是烏克蘭剛剛當選的總統 我們請大家用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邪心出身的烏克蘭總統 請上台 他們切瘦畫面 然後 再下一個 我告訴你哪個是他的總統 再下一個畫面 你們再摸 停 就這樣 停 你們覺得有沒有像 沒有 笑不笑 他的麥克風呢 諧心也需要麥克風 你有沒有給他麥克風 你們兩個主持人在搞笑 我就要謝謝啊 謝謝啊 覺得像個同學 麻煩舉手一下好不好 對不對 你平常形象太遠 是我講的笑話給大家聽 請您 請您 請您介紹一下自己的工作 謝謝 各位同學很好 我叫盛智人 我現在是雲朗觀光集團的總經理 是真的嗎 我不覺得這樣 什麼意思 我說是真的嗎 當然 OK 繼續 我們在 我們是一個飯店集團 然後在台灣有15家飯店 在義大利有6家飯店 那當然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找一個飯店集團總經理 來講這個民主政治跟投票 那我想我過去 上一個輩子的生活 上輩子 上輩子的生活 是在這個 東吳大學政治系當教授 所以 這個所以我來跟各位來談一下 這個民主政治 跟投票的這個發展 我想就 等一下就跟文倩來 大家掌握時間 我要跟大家再說對談 你自己覺得 這位新總統叫澤斯基科 覺得他怎麼樣 他是非常好笑 就是說 我們看來一個影片叫 人民公僕 然後在裡頭 就扮演了一個角色 結果後來他這次選舉 比72%的選票 打敗了現任的總統 你們剛剛有看到這個影片嗎 OK 他非常搞笑 就是正式辯論會 所以他放鴿子 他不然說行 因為他很懂得 他不要跟那幾個 少數幾個人講話 然後最後他要求 辯論的場合 是在很像那種 study 你知道嗎 就是那種share study 就像我們台灣沒有了 到時候如果大巨蛋改成的話 就是體育場的比賽場合 然後他們倆就看來很大 然後兩個人就互相商量 像那個競技場 像那個人跟著尖叫 他的壓倒性的72% 贏得了選舉 這些事情其實是對我來講 沒有什麼不好 因為我們至少總比選一個很瘋狂的希特勒 或是很國族主義者的五行運動 那些人來得好一點點 但是這個世界正在慢慢的改變當中 人們也在討論民主這件事情 甚至老是很客氣 事實上還是整個台灣在關於選舉 行為 民意調查 以及跟民主之間關聯性裡頭 尤其是民意調查這些領域裡頭 最重要的專家之一 如果有人比他厲害 是一個已經退休的洪永泰 洪永泰教授 所以我特別請他來 報道不老 他會講笑話 你不要看他 他其實前面是一個被壓抑的聖子人 他有非常高的諧星個性 那我請他先來開始談話 那如果他講得不好 我會來幫你提醒他 多發揮他新人職務 烏克蘭新總統的角色 OK, please 謝謝 好,那我想麻煩你幫我切換一下 我的PowerPoint You don't want this? OK 你要不要下去 好,我下去 好,我想我今天跟大家來分享一下這個 現在全世界當然都覺得民主政治 民主是最好的制度 那我也不否認民主政治是現存制度裡面 應該是相對最好的制度 可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一開始舉幾個例子 讓大家想一想說 我們台灣馬上也要選舉 美國也要選舉 其實兩邊的選舉都熱熱鬧鬧 可是我們在整個民主政治裡面 幾乎大家覺得最重要的就是投票這件事情 好像在很多人心目當中 投票就代表了民主政治 那我想從這個角度來跟大家來思考一下 就是到底投票跟民主政治之間 他們是什麼關係 投票就是民主 那還是民主除了投票以外 還有那些東西 我想我就舉幾個例子 跟各位來分享 因為當然我們講民主 有所謂的程序民主跟實質民主 程序民主講的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一群人 其實我們不要把民主想成那麼複雜 說好像一定是要選出總統這種事情 這麼嚴肅認真的事情還叫做民主 其實三個朋友一起要決定 我們等一下翹課要去幹什麼 這個都是一個民主討論的過程 怎麼樣去得到一個共同的結論 其實這個是民主 那我們怎麼去做到這個決定 那個是一個程序的事情 那除了這個程序以外 實質的民主到底是什麼 我想我今天主要想跟各位來分享這一個 那我先不講理論 讓大家簡單去想三個簡單的例子 那第一個例子 我剛剛就講這個例子 比如說這三位同學 就今天不想來上課 三個人想說肚子餓了 就去決定要翹課 大家一起出去吃東西 那三個 一個阿伯、一個小英、一個韓種 那他們的這個偏好都不一樣 我跟我這樣寫的意思是說 這個比如說阿伯他最喜歡吃水餃 他次喜歡吃飯 那最討厭吃麵 那韓種最喜歡吃這個骨肉飯 最次喜歡吃麵 最不喜歡吃水餃 我就拿這個單例子 就是說大家說好 那我們三個人各有各自的偏好 對不對 剛好校門口就這三家店 那我們到底要去吃哪一家 那什麼叫做民主 這個我就給各位去想想看 那我假設說阿伯 就先出來講說 我來主持一下我們的那個投票 這樣子好不好 這是吃麵跟吃飯 我們先表決 表決完的 看贏的那一邊 再跟吃水餃來表決 那我們來看看這樣子誰會贏 好不好 大家應該會算吧 我剛剛講吃飯跟吃麵投票誰會贏 看一下吃飯吃飯跟吃麵投誰會贏 這樣子看不出來 吃飯跟吃麵投誰會贏 阿伯會投誰 阿伯投吃飯 小鷹投吃麵 韓種投吃飯 這樣子是吃飯贏嘛對不對 我剛剛講吃飯贏了以後 再跟吃水餃表決 吃水餃跟吃飯 吃水餃跟吃飯誰會贏 阿伯投水餃 小鷹 水餃 韓種吃飯 那阿伯就很高興 經過了一個民主的程序 你們就跟著我去吃水餃 這樣是不是很公平 對 為什麼不公平 因為剛剛阿伯做了建議對不對 整個投票的順序是他建議的 如果是韓種來當主席 韓種說 吃水餃跟吃麵先投 投完了贏的人 再跟吃飯投 如果這樣子 其實你們自己才去算 我不會配你們 這樣投出來就是吃飯贏 當然小鷹如果哪一天都到他當主席 他就是吃水餃跟吃飯來投 投完了以後再跟吃麵投 這樣子完了以後那吃麵就會贏 那我問各位 在這樣子的一個結構下面 什麼樣的結果才是民意 什麼樣子的結果選出來才是最公平的 其實其實是沒有的 就是這個變成誰掌握了遊戲規則 誰決定這個遊戲規則 誰就可以掌握投票的結果 我跟各位講其實這個例子 雖然說是一個故意設計出來的例子 可是在全世界研究 國會的政治的這種學術研究裡面 會發現說 為什麼一個國會委員會 或者國會議會的主席那麼重要 因為主席都可以決定哪些意識規則上面 誰先表決 然後誰來決定這個意識的程序 所以透過這種意識程序 他只要事先大概知道 每個人的喜好的順序的話 他就可以像這個例子一樣 去掌握最後投不出來的結果 大家投票的時候都以為說 我只是我就是按照一個正常的程序 去投下我們要的東西 結果沒發現其實他還沒有投的時候 他的這個過程已經被人家操作了 已經被人家操控 他其實還沒有投已經知道最後結果是什麼 我想這是一個小例子 就是說三個人的投票 都已經可以這麼複雜了 如果說今天好幾組人參選 大家的偏好又更複雜 所以有些人是非這個人不投的 有些人是一定不要那個人當選的 其實你會發現說 可以操作的空間其實是更大 我想這是給大家看第一個例子 我想要看第二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會比較困難一點點 它是一個學俗上的例子 那它的 我先要看懂這個例子之前 我給大家介紹幾個 投票的方法 這些投票方法 在全世界其實都有 真正有國家來實施 並不是說憑空被想出來的 我想第一個最簡單的就是 簡單多數決 那這個就比較不要多解釋 台灣選總統就是簡單多數決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不管幾組人參選 那三組人選 兩組人選 五組人選 都可以 台灣都曾經歷史上都發生過 反正誰的選票 只要相對多一票 那個人就當選 這個叫簡單多數決 那第二個是要叫做絕對多數決 絕對多數決 就是像法國選總統 法國選總統就是說 你一開始不管幾組人選都沒關係 可是當選的人 一定是要二分之一的 這個百得票數 一定要超過一半 二分之一加一 他才當選 所以萬一一開始有四個人選 沒有一個人來當選 這個二分之一怎麼辦 沒有人得到二分之一怎麼辦 那就把前兩名留下來 其他的淘汰掉 然後前兩名留下來 再投一次 那這樣一定就會有一個得到二分之一 所以這個叫做絕對多數決 這是法國的 那第三個叫做逐次淘汰法 他的邏輯很簡單 不管你有幾組人選 我就一輪一輪的淘汰掉票最少的那一個 就是本來只有五個 投一次票以後最少人就淘汰掉 再投第二次 把第四名再淘汰掉 再投一次把第三名淘汰掉 所以這樣一輪一輪淘汰掉 到最後一定就會有贏 比如說大家把每一次 可是這個就很辛苦了 真正在大的國家裡面不會這麼做 因為你要為了這個選舉要投好幾次 那就是逐次淘汰就一次一次淘汰掉 那第四個叫做博達計算法 博達是一個人的名字 這個他來提出這樣子的計算票的方法 他就是打分數的 比如說你五個人選 你去投的時候就把五個人排順序了 他就得到四三二一零五種分數 那你就把每個人的分數加在一起 你可以給每個人一個分數 就是趙順序就給了四三二一零 那每個人的分數加起來 誰的分數最高誰就最高票 這個我想也很清楚 就是有趙順序的 第一順位你就拿到四分 最後一個叫做康格式程序 他康格式也是一個人的名字 那他在計算上是最複雜的 他把所有參選人兩兩相比 就是兩個兩個去投 如果有一個候選人 他可以在兩兩相比的時候 都擊敗其他的參選人 他就當選 所以他最大的缺點是 有可能是不會產生最後的贏家 因為有可能變成說 A贏B贏C C又贏A 就變成一個循環 所以他是很不適合當成一個國家 正正在選領導人的一個方法 因為他可能造成一個循環 可是如果有一個人是說 他跟其他人參選的時候 他都可以兩兩的對戰 都能夠打敗所有人的話 他就當選 那這個例子為什麼叫做 還有最後一個是叫贊同投票 那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對每個候選人 表達說我贊同他還是不贊同他 不受限制 假設有五個人出來選 你可以選擇說我贊同其中的三個人 那就表示你投給這三個人各同一票 那你也可以說我這五個人裡面 我只贊同其中的一個 你可以選擇 當然你贊同五個就等於沒同了 所以你可以選擇說這五個人裡面 你贊同多少人 那他就得到幾票這樣 這個叫贊同投票 那有一個很聰明的數學家 他把這六個選舉制度 他把它設計在一個虛擬的一個社會裡面 這個社會長這個樣子 就是我要稍微解釋一下 這不是一下子就很容易完全太清楚 這個社會 假裝有五十五個人 五十五個人住在這個社會裡面 那這五十五個人 有六個種類 他有六類的偏好 比如說有一類的候選人 那這裡面有五個候選人 A B C D E 剛剛跟我剛剛的意思一樣 這一類的候選人 第一類的候選人 他最喜歡A 第二喜歡D 所以這是他喜歡的候選人的順序 A D E C B 那第二類的候選人 喜歡的五個人的順序 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想這樣看 就懂這個意思 這個社會有六種人 這六種人分別喜歡排序 這五個候選人的順序 是這個樣子 那他的設計很特別 就是說 他今天我剛剛講的六種制度 他可以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 如果你用這個相對多數學 其實這個相對多數學 第一類的人 就是每一個人都投給自己最喜歡的 對不對 一人一票 你看第一類的人 A全部投給A 因為他喜歡A 所以用A得到18票 B得到12票 C得到10票 D得到9票 E得到最後的兩類的六票 所以你想用相對多數學 就是這個A獲勝 如果你用絕對多數學 A第一輪投完沒有一個人過敗 因為這個社會我剛剛講 有55個人 所以他的要過敗要28票 所以他27票 26票 28票 然後第二類的人 他第一輪投完 第一輪投完 只有這兩個人是領先的 所以這兩個人再投 你想這兩個人再投以後 大概除了第一類的人會投給A以外 因為A所有人都很討厭A 都是最後一個 所以其他的這些人 第二輪全部都會投給B 所以如果你用絕對多數學 他就會投給B就會當選 所以我不耽誤大家時間 我不一個一個算給大家看 所以你可以簡單看一下說 用第一種方法A當選 第二種方法就是 這個絕對多數學 就是B當選 B的票第二輪比較多 一個一個淘汰的 這是第三個 是一個一個淘汰的 就是一輪一輪淘汰掉以後 變成C當選 最後一輪就是這兩個投 C的票比較多 如果用Bord Account 就是每個人去打分數的 43210這種分數的時候 他得到幾分的這樣去算 結果是D當選 D當選 你看四種制度已經四個人當選 如果用康德勢贏家 那意思說兩兩相比 A跟B比的時候 A跟C比的時候 你可以得幾票 他這個意思 你看這樣兩兩相比的時候 只有這個1 1對每一個人的時候 他都得超過28票 他都過半數 所以兩兩相比 只有1可以打敗所有的人 所以用這個制度的時候 是1當選 所以你看前面五個制度 如果我們假設是五個不同 有一個國家的人民 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他到底要用哪一種制度 對他們這個國家來講 是比較公平的 其實制度本身沒有什麼公平不公平 制度都是人選出來 就像我剛剛講的第一個例子一樣 剛剛大家一開始可能會聽到 以為在開玩笑說吃飯吃麵吃水餃 那個是一個很輕鬆的例子 可是你拉回到一個國家的制度 其實你這個國家決定 用我們這些制度的哪一種 其實你的選民的偏好完全都沒有改變 可是你會選出完全不一樣的總統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你再去思考說 到底民主跟投票跟選舉有什麼關係 我覺得這個會讓我們深入再想一想 那剛剛用最後一個approval voting的話 那個也是低當選 就是低當選 所以我想我剛剛你會看 就說不同的制度 會產生不同的這個結果出來 雖然大家配合都沒有改變 我最後一個例子講的就是美國總統選舉 我想這個大家會相對比較熟悉一點 美國總統選舉跟台灣很不一樣 美國是一週一週的來算選票 你在一個州如果比如說加州你贏一票 你加州的選舉人五十四張票 就通通都是你的 所以美國總統在選舉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策略性 比台灣還策略 因為在台灣你在任何地方得到的一票 你都是算一票也沒有浪費掉 可是我舉例來講 如果你在美國你住在德州 然後你又支持民主黨 你就每天很預祝 因為你那一票大概這輩子都不會被算到 因為你投給民主黨的 在德州你就永遠 民主黨就不會贏 那共和黨的候選人只要贏 德州的這個三十二張票 就全部都是投給這個共和黨的候選人 他們這些數字就是選舉人團 所以美國是用算是一種間接選舉 用這種選舉人團的票來決定 而且那一州是贏者全拿 你只要贏那一州一票 那一州的選舉人票就全部算是你 這個是美國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制度 大家你看美國比較空曠的這些州 他們人數很少 可是因為他是保障一個州的權利 美國是聯邦制的國家 那你最小最少的人數很少很少的州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他這個選舉人票是怎麼來的 他就是把你這一個州候選人 對參議員的人數加上眾議員的人數 加起來就是你的選舉人票的人數 所以今天你的這個州最少最少 你也有三票 因為你的參議院要有兩票 每一州美國的參議院都有兩個參議員 加上最少最少我要給你一個眾議員 就是人數很少的人 我跟各位講 美國這種空曠的州 我還記得我在這個美國念書的時候 我住芝加哥開車到房石公園 在路上就是在這種中間的這個空曠的州 坦白講我忘記哪裡 就是在這種三票的州 開快車被警察來下來 那個警車他們也是偽裝 完全外邊看不出來是警察車 我開得很快 我也忘記開多少了 大概是這個九十幾英里 開一百 其實從台灣現在來看也沒有覺得有那麼快 不過後面就一路上 統統沒有遇到任何一台車 他們那種就是非常人煙稀少的州 後來從後車照後鏡看到說 遠遠有一台車追上來 好不容易看到一個 終於有一台車子 後來發現那台車子 就開始車裡面發出了閃光 就開始叫我靠邊 然後我後來那天學到很多東西 原來那個警車 第一個是警車會偽裝 第二個是警車裡面 還會放刷卡機 所以他罰了我兩百多美金 直接在警車上面就有一個刷卡機 給你刷信用卡 他說如果你不刷你沒關係 就跟我回警局 因為他知道我不是那一週的這個看駕照 你不是那一週的居民 那你離開了以後 你根本就不用管他的那個罰單 因為這輩子不會再回去那一週 他也管不到你 所以這個好這是題外話 我就跟各位解釋說 他們的選舉制度是這個樣子 那我給各位看說 2016年柯林頓跟這個川普 他們是屬於美國少數會出現 其實川普的選民票比柯林頓還要少 只是因為他的那個票的分布 我剛剛有各位解釋 你如果是在一週只要移民票 那一週的票全是你的 所以如果你在某些州大勝 其實那個得票數對你來講是浪費 也沒有用 所以他就有可能會產生說 真正選民全美國投票給你比較多的人 最後他的選舉人票 其實反而比較少的這種情況 所以這個川普當時 他雖然在那個選舉人票 得到304票是遙遙領先獲勝 可是真正選民的票 他其實是比較少 他比川普 川普比柯林頓還要少 那我想我給各位講這個例子 是這個 這一次最接近的美國總統選舉 其實我真正想介紹的是 上兩千年這一次 我的博士論文就是在寫美國總統選舉 我從1948年到1996年 我把這一段時間的所有美國總統的選舉 把它集合在一起 做一個大的統計的資料分析 那我看了這麼多選舉 我其實覺得在我看到最倒楣的候選人 其實就叫做高爾 我給各位解釋一下 他為什麼這麼倒楣 我覺得他大概世界選舉史上 我覺得他是最倒楣的人之一 我給各位解釋幾個原因 我想第一個就是說 我剛剛跟各位講 選舉人團的制度 這個我就不多解釋了 其實他真正的票 他跟川普一樣 他其實他的票比他的對手不息 還要再多50萬 可是他最後是輸在選舉人票 那我跟各位講 當時這場選舉很扣人心血 因為他們每一週都開完了以後 兩邊的票是這樣 266比246 那他們的票總共538張 總共538張選舉人票 你拿到誰能夠過半 就是270票 誰就當選美國總統 可是最後票全部都開完了 剩下一個州再拉去 那個州叫做佛里達州 佛里達州 有25票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誰贏了佛里達州 誰就當選美國總統 所以選到最後 全部的票都開完了 佛里達州非常非常接近 所以全世界都在看佛里達州 到底是會開通誰當選 誰會獲勝 那我也會介紹佛里達州的選票 長這個樣子 就是 這是真正當時佛里達州的選票 它是 不是全州 是他們 美國因為我剛講 它是聯邦制 地方自治 美國的每一州的選票 長的樣子 都不太一樣 它最原始的 就像我們跟國的台灣一樣 也有在用那個印章 拿一個章這樣蓋 那也有的是用這個電子投票 在螢幕上面直接就觸控 那也有像這樣子 它是用打洞機 你要投給誰 就在誰的名字旁邊打一個洞 就表示你投給他 那這個地方叫中壘灘 中壘灘的選票 真正就長這個樣子 那我給各位看 上這裡就寫Bush Chain 這是共和黨的選票 那我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你們可能會覺得很好奇說 不是選總統怎麼那麼多組人 其實美國每一次選總統 大概平均都有 一百多組候選人參選 只是因為在媒體上面 你看到都是只講 共和黨跟民主黨這兩黨 我們都以為說 其實只有兩組在選 其實沒有 他們平均有一百多組參選 而且因為每一州的規定不一樣 所以很多州 有些候選人 他的名字 只能夠出現在某幾州 所以像這個地方 能夠出現名字的 只有這十組候選人 所以他選其實也是選好 他也知道他沒有機會 因為他的名字 根本沒有在每一州都出現 所以他會有這麼多名字 那他這個地方 就是用打洞機 你投給共和黨 Bush 就打第一個洞 對不對 這裡就是高爾 民主黨 就打第二個洞 對不對 如果你這裡 你投給民主黨 打第二個洞 對不起 你就打錯了 因為他這個叫做蝴蝶式的選票 所以好像一個蝴蝶有兩個翅膀 他的打洞機 是左右交換的 所以你投給高爾 你要打在第三個洞 你如果打第二個洞 就投給這個人 叫布凱南 這個其實是很容易搞錯的 很多人一不小心就搞錯了 所以布凱南這個人 其實他在美國也有蠻有知名度的 他是以前共和黨裡面 一個保守派的大人 他一輩子就想選總統了 那在共和黨裡面一直爭取提名 都爭取不到 後來他去加入了裴若 成立了一個第三個黨 改革黨 終於圓了他的夢想說 名字出現在總統選票上 可是他的票也不多 可是他在這裡 他在這個地方的票 是在全美國比較上是最高的地方 因為他的票設計這樣子 很容易弄錯 你投給布希 你絕對不會投錯 你投給高爾 一不小心就蓋給他了 所以布凱南在這裡 得到他全國最高票 所以那個記者 都還去訪問布凱南說 請問你是怎麼經營棕櫚灘的 你會得到這麼多票 他就回答說 我這輩子有沒有去過棕櫚灘 這個我也不知道我票錢這麼多 那我跟各位說 當時的情況 最後最後 整個佛羅里達州 高爾是輸掉了一千多票 高爾輸給布希一千多票 可是很多的政治學者跟媒體 都跑去這邊來做研究佛羅里達州 真正那個選票的分布的狀況 跟多少選民因為這樣子投錯票 那他們估計 因為這個選票設計 而錯蓋給布凱南的票 大概有四千多張 這個大概是大家的一個 一個共同的結論 所以我說 他除了高爾多倒楣 第一個倒楣 就是我講說 他的選民投給他的票比較多 第二個是說 他自己敗在這樣子的一個選舉人的 這個選票的設計上面 這個對他來講是很不公平的 所以他還有 我給各位看一下 當時這個事情引起很大的爭議 後來美國的那個報紙 就做這個諷刺的漫畫 說這是官方佛羅里達總統選票 投給布希就蓋這裡 投給高爾龍自己找 看看說你要這個投給他 你要看看自己找你才不會蓋錯 然後甚至於 對於高爾的這種同情 一直延續到四年後 四年後 這個佛羅里達 他們說改成用這個電子投票 電子投票 那各位看看 幫我按一下那個下面的play 下面可以怎麼樣 可以這是一個影片 你用滑鼠動一下 對 那他已經 你聲音 流動你的聲音 John Carey Hello John Carey 他說電子投票 布希被凱瑞 Are you sure?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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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really really sure You don't want to not vote for John Carey No No Alright John Carey Oh come on John Carey John Carey OK Maybe I want to vote for John John Carey Come here Come here Come here God damn Come here John Carey John Carey What No Oh 剛剛這個就是等於說 四年後再做了一個諷刺的畫面說 你改成電子投票以後 只有投給布希 他才讓你投 不然到最後你和凱瑞的名字 他還是變成布希 所以這個 那當時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他有陰謀論 是因為 在第一次選總統的時候 佛里達州的州長 就是捷布布希 就是這個布希的弟弟 當州長 所以其實這個捷布布希 有一首歌他也很適合唱 就是哥哥爸爸曾偉大 他哥哥爸爸也都當總統 所以這個 那 他當時這個 因為自己的弟弟來當州長 所以當然 美國媒體就會 就講這個陰謀說 他故意把這個選票 弄成好像對這個 複習比較有力的這個設計 不過我想他州長的層次 也不會去弄到一個 棕榈灘這樣子的選票的設計 那我想 我又回過頭來講 今天的這個結論 我想 我給各位看說 就選舉來講 其實高爾 他真的是很倒楣說 這幾個原因 第三個 我剛剛還沒講過第三個原因 他後來整件事情 就到了美國的大法官去驗票 去打這個憲法官司 因為這個事情太重要 就是說 到底這個票應該怎麼算 其實美國是一個 投票非常不嚴謹的一個地方 他們對於 投票驗票 然後投票的秩序這些 比起台灣的有秩序 是差非常多的 我跟各位解釋一下 現在在台灣 你有沒有投票權 其實清清楚楚 這個 我們的護政事務所 很早就已經把 那個投票通知單 都寄到每個人家裡面了 美國不是這個樣子 美國是 你如果想要去登記 當成合法的選民 是你自己去登記 那到你去登記的時候 登記的人 有沒有很嚴格的檢查 你的證件 其實是非常的 沒有一致規定的 他們的那些登記 都類似擺在 那個購物中心的商場的裡面 擺一個攤位 你去購物的時候 你有興趣的話 你就順便去登記一下 如果你一開始都沒登記 等到你選舉當天想要去投票 你就不能去投 那有的人呢 也好玩 把自己家裡的狗的名字 拿去登記 然後就可以登記 狗就可以有投票權 所以 這個 他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是 因為選舉以前 票都沒有差那麼多 對不起 都沒有那麼接近 所以 票數很明顯 有差距的時候 也就沒有人去追究這些細節 可是當票 你想選一個總統 最後只差到一千票的時候 大家都會去追究裡面的 那個過程的小細節 很多在美國 在外面當兵的美軍 他們的票都是用郵寄回來 甚至於他們的票 根本都還沒有寄回來 他們就已經宣布誰當選 那你說 一邊開票一邊投票 這個在美國常常發生 那個夏威夷的人最可憐 夏威夷的人 有時候去投票選總統的時候 那個美國本土 票都已經開到勝負已分了 就是已經知道誰當選總統 結果夏威夷的人 剛睡醒還沒有去投票 那他這樣子一定要不要去投 就是因為總統都已經選出來了 因為他那個時差的關係 所以我說美國對這些東西 其實相對來講是比較不嚴格 不嚴謹的 所以 等到他們這一次 因為那麼接近 他們就去大法官那邊去解釋 去申請打官司 就是說哪些票要驗 哪些地區的票可以重新驗票 哪些票不能驗 然後要等到哪些票回來來算 這些每一個的論點 都在大法官會議面前 在那邊做闡述 到最後 這個舉個例子 因為他這裡是打動機 我還學到了一些 這個 一些 英文單字 以前從來沒有用過 說打動機 你打下一個 那一個圓圓的那個東西 這有什麼東西 那個我後來才知道 那個英文叫做CHAB 那還有一些 這個 你在驗票的時候 你看到那個票 被打動機打了 有一個印在上面 可是沒有打破 這樣子算不算 那個叫做酒窩票 Dimple Phone 好像人有一個酒窩一樣 已經有一個痕跡了 可是他沒有打動 沒有打成功 還有另外一種更扯的是 那個打動打成功了 可是打下去的那個圈圈 沒有掉下來 那個洞還 你拿票拿起來 他還掉在那邊 這樣子算不算 所以這些不同的這種驗票的過程 每一個什麼可以算 什麼不可以算 你都不能沒有標準 所有這些東西 哪一區可以重驗 哪一區不能重驗 這些東西 通通都到那個大法官前面去炒 然後這個炒完以後 大法官後來做出來的解釋 結果是五比四 美國九個大法官 後來五比四 採取一個對布希比較有利的 一個這個驗票的解釋 那那個時候就知道 高爾就知道自己輸掉 當然在大法官解釋出來之前 很多支持高爾的民眾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這些原因 他們都已經在街頭上面示威抗議 他們覺得很生氣 說為什麼這麼不公平 可是等到大法官解釋一出來以後 高爾的表現 其實真的讓我看得非常的欺負 他立刻發表聲明 說其實我可以想像說 這個在台灣如果發生的話 大概十之八九 台灣的這一位當事人 就會號召自己的選民 要走上街頭 我們這個事情是一定不能夠接受的 結果高爾是反過來 他就開始告訴自己的選民說 大家要回家了 而且他就立刻發表一個聲明說 我現在完全支持布希 這個選舉已經結束 布希如果想要 我效任何全馬之勞 我一定會願意幫忙 國家要往前走 要往前看 他立刻就發表一個聲明 讓這個情勢能夠整個安定下來 然後第二個是說 他從來沒有去抱怨說 這個遊戲規則對我太不公平 他也沒有去打這些話 雖然說這個遊戲規則對他真的很不公平 那我更佩服他的是說 他兩年之後 其實很多民主黨的 這些政治人物跟選民都期待說 上次好像我們真的全國欠一次 你應該來挑戰2004年 那結果他不但是沒有挑戰2004 他在2002年他就發表一個聲明說 他說我決定不參選2004年 所以民主黨內你們想參選的人 你們趕快出來準備 不要等 不要被我耽誤了 他說 我不參選的原因 是因為 如果我再參選 又是原班人馬 然後大家都會討論 2000年的時候發生的哪些事情 他說 我們美國 要討論的是 2004年以後 我們應該做哪些事情 而不是在台 四年以前發生什麼事情 他說為了避免這種事情發生 所以我決定不參選2004年 所以我看到他發表的那個退選聲明 跟之前的那種承認敗選的這個聲明 我對他真的是覺得佩服 因為我們看到太多政治人物 其實基本上一定都是講說 他的所作所為是為了國家 為了人民 可是講的跟做的往往落差很大 可是你看到他 他真的是在自己 攸關最大的利益的時候 他能夠選擇退讓 我覺得這個人是很不容易的 然後他就把他的人生 投入到環保的運動 他就去關切地球文化的議題 他就去拍了這個 寫了書 不願面對的真相 還拍了這個電影 有兩集 最後他也得到了一個諾貝爾和平獎 來表彰他對這個環保議題的這個貢獻 所以我想當然這個是有點題外話說 你看一個人啊 看一件事情 到底什麼叫成功 什麼叫失敗 那你說就選舉來講 他可能是失敗者 可是你說從一個人的人生來講 他絕對不是一個失敗者 他對這個世界的長期的影響 那我想跟比起當選的總統來講 我覺得他一點都沒有對這個社會 貢獻回來的更少一點 所以我想我拉回來今天的這個主題 我可以跟各位來思考 就是說選舉跟投票 它其實都只是一個遊戲規則 那你說投票 我們在台灣最常聽到的是說 投票贏的人 就講說我代表民意 我代表民意 可是當民眾投下面一票的時候 一方面這個遊戲規則 怎麼能說誰代表民意呢 你回到剛剛講的一個例子 吃飯吃麵還是吃水餃才真的是民意 其實民意是很複雜的 民意是很多面向的 我投你一票 就表示我贊成要廢除死刑 我贊成同性戀 以及我贊成要廢除核能嗎 就是說我投給你這一票 背後你要怎麼去解釋這一票 跟你最後要去做的公共政策 之間的這個關係 我投給你這一票就代表說 我支持你在任內做所有的這些事情 那可是這些事情好像 在投這一票的時候 也沒有來問過我們的意見 所以就是說公共政策很複雜 選舉代表的各種偏好也很複雜 可是這些事情跟那一票所簡化的結果 是沒有辦法畫上等號的 所以四年一次這樣子投票 你只是在兩個選項裡面 選出一個可能你比較不討厭的 可是這不代表說選上的人 就可以叫做我代表民意 所以我想這也是為什麼說 現在幾乎這些年來 你都看到一個循環說 這個剛剛選上的人 是得到了高的支持 可是在位以後 就因為各種原因 他的支持度就會掉很快 我想投票跟民意跟選舉 跟民主政治 這中間其實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去思考 你想我們從民意也會改變 幾年前反核的遊行 跟反核的民意 在台灣 你在媒體上 在街頭上看到是一面倒 這個時候 大概沒有想到說 2018年有一個公投 會變成是 反而是不再反核的一個公投 會獲得相對多數的支持 應該不是相對 絕對多數的支持 這個都是你想不到民意的這種變化的方向 那我想 我剛剛除了講說 我們除了四年一次的投票以外 投票不是不重要 可是我覺得我們要有一個好的民主政治 我們真的應該去思考 投票以外 民主我們還要哪些東西 實質的民主 有太多太多東西 其實是我們要去思考 比如說 有沒有尊重法律 有沒有依照法律來行政 那立的法 有沒有基本上遵循 這個法的基本精神 就是不針對個外立法 不溯及既往 這種不剝奪少數的權益等等 那一個國家的政治道德是怎麼樣的情況 一個國家 你做一個公共政策的時候 你的政策的品質是怎麼樣 然後一個國家 平常到底討論政治 討論這個政策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很理性的平台 讓大家可以不同的意見 可以在這邊交流 就叫做思辨的民主 就是說我們往往還是 另外一種叫做通溫層 我們往往就是 跟自己意見一樣的人 天天彼此加強自己的印象 那你有辦法 心理氣和的 很理性的跟自己意見不一樣的人 去交換一下看法 我最近看到 我聽了一個Tech的演講 我覺得蠻有趣的說 他在美國做了一個實驗 我最近蠻好的 他在一開始在臉書上面 分別找了25個非常支持民主黨 跟25個非常支持共和黨的兩批人 一批住在加州 比如說民主黨支持者 Legro 一批住在我忘記是哪一個 那種中西部的一個農業的那個鎮 都是很保守的選民 把他們兩組人 兩邊各25個 把他放在一個臉書的 4B的社團裡面 讓他們去在上面互動 然後經過兩年三年四年的時間 去追蹤他們 看他們 而且還辦 讓他們在上面互動一段時間以後 再辦一個見面會 讓他們慢慢有很多機會 能夠看到對方 然後去討論不同的意見 他們從一開始對於對方那種支持者的印象 他們去寫的一些形容詞 都很難聽 而且也知道對方對自己的形容都很難聽 民主黨怎麼看共和黨 共和黨怎麼看民主黨 那他們在做這樣的實驗 其實就表示說 你平常一個社會 如果是永遠撕裂成兩邊 然後都沒有機會去對話 你永遠把對方妖魔化 就跟我立場不一樣 他就是一個天生的壞品質 就是無法溝通 對方就是很極端 其實有沒有想到 自己說不定也是很極端 那所以有這個機會 在美國做這樣的實驗 把兩邊搭在一起 先從網路的互動 到真實人生的互動 到最後發現說 他們對於對方的看法 就可以比較持平 而且有很好的體量出現 他雖然不見得會改變立場 去贊成對方的意見 可是他慢慢可以了解說 為什麼對方會有那樣子的看法跟意見 我覺得這個是 這一陣子我看到 是一個蠻有趣的 美國在做的一個實驗 那就是講這個思辨的民主 然後我們的媒體 是不是能夠有真正比較公正客觀的媒體 媒體不是一直在造謠做假新聞 或者說媒體從day one 就一直有一個很堅定的立場 一定是支持哪一邊的 其實媒體坦白講 真的不應該是變成搖旗吶喊 支持某一個政黨 或者某一個候選人的一個工具 媒體還是應該站在比較中間的立場 對兩邊都去監督 所以這個是一個媒體的獨立性 然後我們的司法有沒有公正 然後我們的民粹 就是說一切大家憑感覺 就是這個或者對一個政策 沒有辦法真正很理性從數據去探討 我想這些舉個例子都是說 我們在探討一個國家的民主政治 除了說他有沒有投票之外 他有投票當然他是一個最基本的門檻 有民主國家一定要投票 可是白白講 不是有投票就一定是民主國家 因為你就算是有投票的地方 如果這些都沒有 你的民主其實只是四年一次 民眾假裝當主人而已 因為你四年出現一次 你以為你掌控了什麼東西 其實你那四年來 你只有那一天投那一票 可是剩下來的三年多 你什麼事情也不能做 因為這個投出來的 你只能在旁邊罵而已 只能在鍵盤後面繼續當選民 這沒有意義 所以我們希望看到我們自己的國家 是除了有那一張選票以外 我們應該努力的是說 這一些東西 這一些面向 能不能夠看到他每天都能夠進步一點點 其實一個國家的進步 不可能一下子就從沒有到也 這些事情都是要 這個社會上有很多的人都願意 在自己的崗位上 或者說 在自己每天的努力上面 讓這些事情都能夠每天更進步一點點 你這個國家的民主 才有可能慢慢的榨根 它可以慢慢的榨根 然後 而且從這些面向 除了投票以外 我覺得投票就是一個程序民主 真正影響實質民主的關鍵 其實是這些因素 好 我最後一個結論 就是說 如果你講十年二十年前 全世界在講民主政治 大概沒有什麼好辯論的 大家都覺得民主政治 就是最優越的制度 可是很悲哀的是此時此刻 因為在很多國家選舉出來的這個結果 造成的這種嚴重的對立啊 政府的失能啊 這種 這種政策的這種沒有品質啊 反而很多很多的政治學者 都在寫書 在探討說 民主為什麼會死亡 比如說在這本書 How democracy is died 就是說民主國家是如何死亡的 類似探討這樣的書非常多了 就是說開始有人去比較說 到底是美國的制度好 還是這個中共的制度好 還是新加坡的制度好 去看經濟的發展 去看各個面向 說哪些哪一種制度下面 這個國家的人民生活的比較好 當然坦白講 我還是最後要選擇 當然要選擇還是選擇支持民主 絕對不會去選擇一個 人民不能過去投票選擇自己的 這個官員跟政府 這個我覺得是不能想像的 我想台灣走到這一步 可是我們為了要避免我們的民主去死亡 其實我們應該更努力更認真的 去捍衛這些實質民主的不同面向 那我們要更用心的去維護 不要讓我們自己生活的這個地方 這個民主也變成是一個別人眼中說 這個民主其實也沒有什麼好的一個例子 不要變成民主的反例 那我當然最終這一段話 是我自己前陣子有感而發 我在演書上寫的 所以我聽說 我看到我們有很多很多粉 其實不管你支持誰 我覺得也不要去當太積極的什麼粉 因為這個試著 我想民主政治裡面試著說 你支持的人裡面 其實不可能是聖人 從他身上也找到一點缺點來監督他 你反對的人 也試著從他身上找到一些優點 因為你再討厭的人 他也一定會有一些優點 不然他也不會有那麼多支持者 然後來降低一下這個社會的對立 我想希望我們的民主跟投票 這個跟實質民主 程序民主都能夠慢慢的進步 我想我的第一言 我就跟大家談到這裡 後面再跟各位來做討論 謝謝大家 謝謝 先生老師 我們回到剛才前面那一頁好嗎 是 前面那一頁 好的 謝謝 我問一下我們各位同學 自己每個人看一下 我們一個一個表決 從後面逐一條 你的淘汰版 你們認為 在我們現在的實質民主 其實實質民主是很重要的 因為俄羅斯也有投票權 就是俄羅斯也有投票權 你們懂我意思嗎 那你們不會覺得俄羅斯 是一個民主國家嗎 對不對 所以俄羅斯也可以投票 他們從哪些年 投投投到現在不管投誰 都是在投投不定 這樣 所以我想請問你們一下一下 你認為 第一個 我們台灣的民主 是一個尊重法律 依法行政的十幾民主體制的 請舉手好嗎 有沒有人認為台灣是尊重法律 依法行政 舉手 有沒有人 你認為有依法行政 有尊重法律 有尊重法律 有嗎 有 認為沒有的人請舉手 認為沒有的人請舉手好嗎 你們沒有意見的理由是什麼 那我請這個 我們拿一個麥克風給剛才舉手這位同學 你認為有的理由是什麼 你是全場唯一一個 可以表達態度的人 但我不覺得不改他太多的人不對 因為他們可能在來思考事情 對不對 我們把麥克風給他 你認為有的理由是 你覺得還好 不錯 我覺得台灣在民主的 都應該算走在還蠻前面 我覺得應該都 好 我選法律 在法國他們要砍年金 來 忘了留著 在法國他要砍年金 依照法國政府 他們答應民眾的年金 這個叫做依法行政 對不對 但是法國他給他們老百姓的年金 實在太多了 他們六十一歲就退休了 而經過整個戰後嬰兒場 這其實很重要 各位其實你們是年輕人 你們不注意這個人口社會學 最後會崩潰掉每一個國家的財政 然後影響你們的未來 全世界都面臨這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很久沒有世界大戰了 所以很久沒有人大批死亡 然後偏偏你阿公他們那一輩的人 尤其是法國他們是天主教國家 他是不可以墮胎 而且那一輩的人也沒有人墮胎 因為大家是農村社會都需要很多 勞動力在台灣 在日本 然後在那個時候也沒有節育 就是他沒有辦法接渣 你知道 接渣在台灣可以出現 然後可以變成一個手術 然後可以節育 是差不多1950年之後的事情 而法國又因為是天主教的國家 你看Kellery的家族 他們小孩都生了好多 這樣子 所以法國整個在戰後嬰兒潮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 他們的人口在很短的時間裡頭增加了20% 那些人是1945年之後出生的 我是1958 我現在61歲 他們都七輩才會 然後現在醫療又很好 所以他們又死掉 所以他們又沒有戰爭 所以他們就非常好 人就非常多 然後等到後來我的年齡的時候 我的爸爸媽媽那一輩的人 他們呢 兄弟姐妹都是八九個 可是等到他們生我的時候 我們的口號叫 三個小孩恰恰好 後來變成兩個小孩恰恰好 現在你們都不生完 所以我們的人口結構就是金字塔 剛好倒過來吧 對不對 那意思是什麼呢 就一個小孩 要養七個中老年人 不只是勞動力不足 因為你不可能叫八九十歲的人去工作 對不對 是你們生產出來在這個社會的產值 因此增加了這個國家的水收 要去養一大批已經沒有產值 然後要領年紀的人 全世界都是這個現象 然後可能因他的人口的老年化程度有所不同 那最嚴重的就是日本跟北欧這些國家 因為他們的福利 或是他們的老年人很太多 那法國因為他工會抗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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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希臘人也是 他們有一種地中海文化 他本來五十五歲就退休 結果他政府把他延長成六十五歲 他們抗爭的口號是 我現在六十一歲 他抗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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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這個國家的財政會無以為繼 是不是這樣 這是什麼叫依法行政 我們臺灣軍公教的年紀改革 你不要談論合不合理 有沒有依法行政 你在二十二歲畢業的時候 你的爸爸告訴你 做老師好喔 穩定工作喔 將來月退縫也不錯喔 退休金可以領到老喔 二十五年就可以退休喔 你就傻傻地去做公務人員了 因為你想要一份穩定的工作 好了 你到我這個年齡 我現在感受我比較強 我不是沒有退休金 我一生做了任何工作 我都不會有退休金的 我有很多同學 越窮的他越有這個現象 因為我是臺灣學系畢業的 我們同學裡頭沒有很窮的 他就會偏偏去考檢察官 律師或是幹什麼的 但是比較窮的很可能是考高考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 一年律師之度是三個到四個 現在是六百個 那個時候臺灣經濟 他故意只給三四個 其實是壟斷的 那是那個年代的時期 所以我們的同學比較窮的 他就會很快去考高考 為什麼 因為他在臺大馬力去念書的錢 是靠他前面的哥哥姐姐去賺錢 來供養他 他要趕快地去考高考 得到一個公務人員的穩定工作 然後他要趕快支持他後面的弟弟妹妹讀書 這樣你們聽懂了沒有 好了 他回到我六十歲的時候 突然有一天政府告訴他 抱歉啊 我二十二歲答應你的事情 不算數了 我現在錢不夠了 然後呢 所以本來你們六十三歲可以退休 現在六十五歲 本來你退休了按照你過去的資歷呢 他已經可能是十一值的吧 然後他們薪水性比較高一點點 但是所謂高也沒有高多少 他可能算一算呢 他的爸爸媽媽他剛好沒有結婚 我舉一個例子 然後呢 他的姊姊他們以前都為他犧牲 年齡都很大 然後都有小孩 只有他剛好沒有結婚 他就想拿他的退休金 他就去買了房子之外 就準備用這筆退休金 去養他的父母親 年脈的父母親 然後呢 就可以請一個外傭 讓他們好好照顧他們 這下沒了 因為他從原來一個月可能 本來可以領六七萬 因為他本來薪水可能是八九萬 而他也非常優秀 我的同學有一個叫顧立雄的 我這位同學呢 其實另外一個是另外一個 我們都認為他非常優秀的人 純粹就是窮 因為他家裡沒有能力讓他 一直讀書考律師 也沒有辦法讓他去考研究所 出國 然後一邊研究 一邊念研究所 一邊不斷地考幾次律師考上 他沒有這個空間的 他都非趕快去賺錢不可 好了 所以他後來的收入 就跟那些家裡可能有能力 幫助他考三四年 考上律師等等 完全處境不同 原因只有一個不是能力 就是家庭背景 至少他也就安平了 他也不是安平 就是安定就好了 結果他現在新的退休金 就變成要到六十五歲之後可以領 最後的新的核算方法 只剩五萬多塊錢 他有沒有能力去支付他父母親 一個外傭就要兩三萬塊 對不對 醫藥費 他就問他要怎麼過日子 我再去另外一個例子 是我的同學 他也是台大法律師畢業的 他的先生是台大收入系畢業的 這兩個人在美國都拿了博士 一個在西北大學中央同學學校 念音樂學的博士 因為他從法律師轉系 直接念音樂學的博士 所以他就進了台灣失敗體系裡頭的音樂學校 當到系主任 他的先生在中央研究院 他是念的是史卡古的社會學博士 然後在中研院也曾經當到了社科所的所長 然後後來還當到國科會人文書處長 從中研界調再回來 那這兩個人夠優秀了吧 對不對 按照我們現在的年金算法 他們將來一個月退休金就是三四萬塊錢 他說你早跟我講啊 你可以在我五十歲以前跟我說 因為他們就是屬於那種 把大多數的急需都支持他的孩子 出國去讀書的人 然後他們的父母親呢 就是曾經給他們一個房子在填舞 所以他們認為說 我就是靠退揪心 我就很開心地這樣過日子 然後我們存下來的錢就支持我的小孩可以有更好的生活 那我這樣就可以用無退休金過這樣的日子 那他們也不知道過什麼豪華生活 對不對 可是當這兩個 我們從各種條件來看 都可能是這個社會最頂尖的人 他將來到老的時候 他們兩個架起來 他們的退休金只有八九萬塊錢 然後我的那個同學 她是台大老師畢業 她去念西北大學音樂博士的時候 她是有學貸的 她是有貸款的 然後呢 回來她還還還還還以後 她爸爸媽媽 媽媽是小學老師 她爸爸媽媽從小就很認真栽培她 然後讓她念美育女 讓她念台大 所以她一定要養她的父母親 對吧 是不是這樣 那他們兩個合起來的退休金 如果只有七萬多塊 八萬多塊錢 他們養自己都很困難 他有能力再去養他的父母親嗎 好 那這個國家有依法行政嗎 你再回答我 有沒有 所以可能你不在他們的處境裡面 對不對 可是當他們喊這個口號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很正確啊 有沒有 因為事物關係嘛 對不對 可是你真的要了解細節 那我告訴你 這個政策有多簡單 我告訴你最簡單一個道理 第一個 八十歲以上的人 你一毛錢都不能動 因為他正需要錢 他也沒有能力再就業 同意嗎 第二個 如果你真的支出不出來 你砍也只能砍十個percent 因為你當時答應了別人 你只能喊砍十個percent 尤其是六十歲以上的人 他根本沒有重新就業 再找一個工作跑道的機會 可是你要考慮後遺症 後遺症以後就是三流人物 再來做一個軍公教人員 因為他不再是一個穩定的工作 第二個 其實當時軍公教引體裡頭 我很熟悉 最不公平的 引起民眾不開心的是老師 為什麼 因為我們後來老師待遇了 大概六七十歲那一輩的人 薪水變高了 為什麼我說八十歲以上不准動 你們不了解八十歲以上的人 他們以前的薪水是多少錢 你們講二十六K 覺得很氣 你知道以前我在念大學 我剛畢業的時候 我的阿姨當老師 一個月薪水只有五千塊台幣 所以那些人他們領的退休金 就是以五千塊錢台幣 為基本基礎的 聖老師的爸爸 你也是軍公教退休的 他們一次退他才領到十五萬升 對不對 我記得你告訴我 就是領一次幾十萬 然後呢 他這一次一升就是這筆錢 那所以八十歲以上的兒 你就是不能動怕這個錢 然後對我來說你國家真的沒有錢嗎 你真的非砍就可 你只能夠砍10% 你不能砍成今天這樣 因為六十歲以上不能動 那真正不公平的是出現在老師 因為老師又越退縫 因為這個縫我會搞清楚 他的問題在哪裡 因為他們讓老師二十五年就退休 所以你就是應該延長 所有的老師的退休年齡到六十五歲 這樣對吧 否則他從師範大學二十二歲畢業 他就四十七歲退休 我們國家養他到八九十歲 當然會破產 然後如果他從師 就是從那種高中畢業之後去念的 失敗學院那種小學老師 那你養他更久啊 所以你解決這個政策的方法是 第一個 延長老師的退休年齡 第二個 你知道哪些人他那些正需要錢 你不可以砍他的錢 第三個 你不得不砍 你違反你的承諾 在這件事情上 是可以打憲政官司的 他沒有依法行政 也沒有人到精神 也沒有考慮到後遺症 說將來就是三六人去做你的鞠公交 但這個東西不只是沒有依法行政 就是慎王是講的 政策品質 為什麼 因為要提高民粹 因為他認為勞工都沒有這些東西 你們為什麼可以用 我告訴你 全世界都對軍工教育 對勞工好 很正常 因為國家需要最好的人來服務 最好的人來教你的小孩 最好的人來做公務人員 只有我們這個國家 把軍工教跟勞工拿起來對立這樣對抗 所以我剛好就是提這些話 好 那你有反駁的意見嗎 你的看法 你可以反駁我 我不是同文層 你可以反對 沒有 你覺得 你聽完以後 你的感覺是什麼 其實我一開始就沒有很反對 但我應該這樣講 你知道我想出來這個 延長退休年齡老師 跟85歲或75歲以上 你都不能動 還有你要動 只能動 10% 那應該是50歲那一屆的年齡的 我想這個政策 我只想了十分鐘 他們那些人開會 開了百年以上 他們有那麼笨嗎 有 因為他不依法行政 因為他不在乎政策品質 因為他想用民粹 所以我們才會有這個政策 所以我告訴你說我們的民主是有問題的 好 下一個 認為我們有獨立媒體的人 請舉手 認為我們的媒體完全不獨立的人 請舉手 好嗎 我自己舉手 好 孫老師 你們呢 認為我們根本沒有獨立媒體的人 請舉手 哎 你們後面的人是在看手機啊 你們幹嘛 Hello 後面的人 表態一下手舉高一點啦 好 謝謝 我想大多數的人都認為我們沒有獨立媒體 孫老師 你知道台灣現在有一個行業 叫做網軍嗎 我們的網軍 執政黨 執政黨 總統 任何現實首長 想要大選大位的人 必須洋網軍 否則無法生存 你們知道吧 你知道在美國 如果川普被抓到洋網軍 下場是什麼 如果是在位總統的話 可能會被談合 如果是他的智庫也要網軍呢 總統的智庫 私人智庫 其實美國現在正在調查 他在這個總統選舉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跟網軍也沒有串連 因為俄羅斯很明顯透過臉書 透過網軍去影響美國的總統選舉 如果今天整個調查結果是 川普跟這個過程是有關係的話 美國的民意可能會要求他下台 然後國會也會去談合他 所以說在這個事情上面是比較嚴重 應該要講 依法行政 為什麼Nancy Pelosi 就是美國民主黨眾議院的議長 反對談合 我跟你說 那穆勒的報告也沒有認為 他跟俄羅斯網軍的關係呢 就在法律裡頭 就是依法行政 他們有聯繫 但沒有勾結 這是依法行政 他們有試圖說服彼此 然後有彼此見面 那你一個一周刊拍了一張照片 誰拍了一張照片 他們倆有見面 就成立他的犯罪行為嘛 不 穆勒雖然跟川普關係不好 因為川普一直修理修理 就是特日檢察官 但是他依法行政 他必須找到他們彼此之間 有組織上的範譯串聯 而且有組織上的勾結 所以不可以說我今天跟你見面 聯絡一下 我必須告訴你說 我這幾個選區有問題 你幫我專門打這幾個選區 或我給你錢 然後我給你一些information 然後我們之間有非常清楚的 組織之間的上下關係 或是組織之間的平行的聯繫關係 如果我只是跟你見面 我們說OK We have a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 他知道俄羅斯用網軍 在介入美國的選舉 對他有幫助 他覺得太開心心 這個不形成勾結 所以這個就叫做一把行政 就是說美國對這件事情 後來有一個說法 就叫後募勒民主 就是說這個特日檢察官 報告出來以後 他說明了什麼 就是當網路社群出現的時候 外國勢力可以用網軍 來操縱美國選舉 這是美國的報告 我們台灣是毫不羞恥的 每一個重要的政治人物都給我搞網軍 我其實很生氣 毫不羞恥這樣 對我這樣一個相信民主政治人物 就叫不要臉透明這樣 是無恥透明這樣 毫不羞恥為什麼 什麼叫做網軍 我解釋給你們聽 結果他在很早台大出來的PTT的時候 他們已經本身有幾十個帳號 都是自己一個人控制的 請問這個養小流亡小弟有什麼差別 你在PTT看到的是被操縱的輿論 才是真正的很多人表達他的意見 他是被一群跟以前的黑道一樣 養出來的小鬼 其實是同一個人 他有好幾個帳號 他有好幾個帳號 Facebook 他是申請五六十個 然後他們就找了一堆人 然後每天就創造一些假消息 假輿論 然後在台灣形成網路聲量 然後再來對我不力的洗白 我就聽了一大堆 聽得我不是覺得頭暈 也不是覺得頭痛 我覺得惡心 非常惡心 所以我們的民主政治 現在走到了disgusting democracy disgusting 因為你們沒有一個人對這些事情 感覺不好 只有我很生氣地罵這麼難聽說不要臉 無恥 因為他代表的是什麼 就是美國這個國家 他認為最無恥的就是克里伯利公 就是莫斯克 那你用外國勢力來介入我們的選舉 美國政治人物誰敢搞網軍啊 你被掀出來 你的政治道德就狂掉了 我們沒有政治道德 我們沒有政治羞恥 我講得更清楚 什麼叫網軍 就是網路上的流氓 帶著網路上的小流氓 大哥帶小弟 集體在上面撒野 你同意我的意見 你就對 你不同意我的意見 抱歉 我就來你這個地方 用各種難聽的話 集體攻擊你 這個集體攻擊 比流氓還可惡 他就是典型的納粹法西斯 他讓你產生寒蟬效應 下次你們不要怕 我告訴你 我曾經知道 當時在一場重要的集會裡頭 我被網軍攻擊 後來就 我有密探 發現他們只有八十幾個人 可是他看起來像兩三千個人在罵我一樣 然後我就發現 我跟你講 人被攻擊會變聰明 我就發現有一個方法可以整他們 你們都有玩臉書嗎 對不對 臉書按讚 是不是寫罵人話快 有沒有 然後他因為讚跟有情緒表情 你也分不清楚罵了哪個多 讚了哪個多 你就把它當成讚好的自我感覺得 好 那要寫東西罵你 他要寫字啊 對不對 按一個讚 是不是只要按一下就好 結果當時我就寫了一個 對那個集體行動去攻擊行政院 我不以為 因為我覺得它會導致這個國家崩潰 很多小老百姓的生活會受影響 我知道他們有他們的意見 但是不能go in too far 不能太過頭 所以我表達不同意見 還有就開始來罵我 罵我就突然發現說 哇 這麼多人罵我 我突然腦袋一下 我就把它全部刪除了 刪除不就是沒有了嗎 罵我的話也不見了 我的原文也不見了 讚也不見了 可是我馬上把我的原文再貼回去 所以大家又從頭按讚 又從頭寫東西罵我 那按讚的大概都四五萬 罵我的大概兩千多則 因為他要寫字比較慢啊 然後呢 我就隔一小時給他洗白一次 就再刪除 再貼回去 又按讚的又四五萬 然後又罵了又兩千則 然後他們罵我賤貨 不要臉 臭老女人 都是寫這種話的 你憑什麼把我刪除 奇怪 你自己罵人家那麼難聽 我為什麼會把他刪除 你那麼笨 所以我就再貼一次 再刪除 再貼一次再刪除 我把手機放在旁邊 每個小時就 看了不看他寫什麼 就直接的再貼回去 然後把他前面就刪除 大家同事按讚 就完四個小時以後 裡頭我一個密探就告訴我 他就跟他們講說 你們去尋找他 我們改攻擊別人 因為沒有用 我們就浪費我們時間 所以他們就改去攻擊別人 所以他們就改去攻擊別人 我交給你一招 那剛才他在講獨立 美女聖王是講獨立 其實我覺得 網軍是台灣現在的民主之惡 他可能根本就只有少數人 這不要講 很多人存在建牌以外 你們錯了 他們是外籍傭兵給錢的 以這個為生活的 是吧 試試吧 我們都會到處 有什麼事情 就被人家介紹說 這個有網軍啊 這個有網軍啊 你要不要我們下廣告給他 然後給他錢啊 然後大概一個月 如果你要一千萬也可以啊 五百萬有五百萬的做法 七百萬有七百萬的做法 兩百萬有兩百萬的做法 大概全部都是這樣 然後又瘋狂洗碗 這樣打仗打仗打仗 他大概可以影響台灣 百分之十到十五的選票跟民調 我們大部分候選人的差距都在這個之內 所以網軍定選舉結果 那傳統媒體是怎麼回事呢 傳統媒體就是給錢 我們從以前發明 以前叫做商業的置入性行銷 現在叫做政治 所以在台灣媒體 我常講過很多次啊 在台灣媒體現在還會被罵的人 他可能不是做錯了事 他只是沒有錢去給這些媒體 然後沒有辦法去找對的廣告公司 把錢給他們 去分給這些媒體 所以他成為被罵的對象 要不然他所有的事情 哪怕還被反應的眾派 還要去坐牢 都會被消音 都報新聞 聽懂沒有 因為媒體就不登了 因為收了錢 所以我們的媒體已經搞到這個地步 它不是獨立的問題 我們應該是要改一下 你要與時俱進 叫網軍 一個政策品質裡頭 我們不是獨立媒體 我們不止不獨立 我們還越來越遠了 已經搞到網軍 以前還沒有網軍 然後搞到這個地步 在這個地方我就補充講一件事情 就是談 問盛老師一個問題 美國的CNN有線電視網 天天都在罵川普 他會不會擔心他們的公司被查碎 他們的主持人會不會擔心 總統把手伸入媒體 逼迫老闆換到主持人 如果川普這麼做 在美國的下場是什麼 不會 我想川普大概是美國 我看歷史上 跟媒體關係最不好 可是他的做法並不是說 去 就是說透過老闆那邊施加壓力 比如說哪一個主持人罵我 請你把他換掉 或者哪一個記者罵我 然後你就這個 以後請老闆 你把這個記者換掉 不要來跑我的新聞 他的方法其實是比較直接 他直接就會跟那個記者本人 或者說跟那個媒體本身去對馬 他就是在記者會上面 如果說假設CNN 不是假設 這是真實發生 CNN真的跟他 以前常常批評他 他在記者會上面 直接去罵CNN的記者 他在Twitter上面 他就會直接 我記得他有一次還放了一個卡通 是他一拳 把那個CNN 就是兩個人在打拳擊 把CNN打在地上的那個畫 他很多做法 你當然從一個權力分立的角度說 媒體應該監督政治 讓政治人物一定要這個雅量 被媒體監督 他沒有這個雅量 可是他不會去做到 透過媒體的高層 或去掌控媒體 或者去換掉這一些人 像剛剛我們今天講的這些做法 可是坦白講 像在台灣我們知道的是說 這種現象就是其實會常發生 有權力的人是直接透過老闆的這一邊 怎麼樣直接去控制跟影響媒體 那我想這個就 其實我們在這方面是確實有需要 讓這些事情能夠在台灣消失掉 如果美國的媒體 有一天突然揭露出來 IRS去產華盛頓郵報 或者是他CNN或是紐約時報 這些都是反川普的媒體 就是IRS居然是守總統指揮 其實美國國稅局也不會幹這個事 你知道嗎 其實美國的國稅局是不可能幹這個事 人家的文官會有他的水平 那如果被曝光出來說 川普做了這件事 那川普的下場會是什麼 請教授老師 如果他今天用行政的力量 去打壓批評他的媒體的話 我覺得他這個權力的濫用 他可能會有施法的問題 而且這個時候我覺得 談合的可能性就會很大 沒有錯 所以我還佩服川普 他的方法是自己水推特 他還沒向我用講小鬼的方法 你聽懂我意思嗎 我們的政治人物就一臉 我很嘎傻 都很不錯 我很可愛 我很難攻擊 讓我什麼東西 就是我那個 然後一堆小鬼 川普至少他就自己擺明 他討厭Joe Biden 我也很佩服他 我以前覺得他實在是太瘋狂了 我以前也覺得他實在是太瘋狂了 那天他發現他的對手 民主黨的一個對手 民調一直起來 就是前副總統Joe Biden 他一個早上寫六十個推特 他四點鐘就起床 他有疑心病 他每天訂麥當勞 都立刻臨時訂 為什麼 因為他怕別人給他下毒 所以他每天都到三四點就睡不著覺 所以這個總統做得很辛苦 很得意也很辛苦 然後呢 他因為三四點就睡不著覺 然後呢 所以美國的記者也很累 因為他三四點睡不著覺 就開始寫推特 一寫六十個 一早大家開始發他的新聞 快被他逼瘋了 但是人家至少他很勤勞努力 他至少自己親自表態 他沒有養小鬼 沒有叫小弟去圍剿別人 去圍攻別人 人家至少是個不怎麼樣 不怎麼有羞養的漢 你的看法 就必須我們今天養小鬼的政治人物 我告訴你 我們現在政壇裡頭 幾乎幾乎只要既有在權位上最重要的幾個人 尤其是2016的winner 怎麼贏呢 所以過去這一段時間 非常多的社會世界都是在網路裡頭 尤其到後來它變成一個行業 這很可怕 這是從2014、2015 他們認為太棒了 就是我們懂得用這種叫組織戰 可是這個組織戰本身 跟法西斯的組織戰 跟流氓的組織戰 其實是一樣的 它跟民主的概念 跟你給老百姓很好的思考的概念 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我們現在每年都有大數據公司 到處兜售什麼網路聲量幹嘛的 我說那個聲量可能很高的是 王軍養了很多人 傷害很低的 像很多人在問我說那個阿伯 為什麼最近聲量變低了 阿伯你們知道是誰吧 對不對 阿伯聲量最低的原因 是因為他原來養的網軍有一隻 當時跟他報告說 我們可不可以去幫忙韓國瑜 阿伯點頭了 結果這群去幫忙韓國瑜的網軍 打得很不錯 打得很好 最終呢 就贏得了高雄市場選舉之後 這群人就趕效忠 韓總 被網路聲量就下輪了 所以我們到底是在搞我們的民主 還是在比賽沈陽的小鬼小弟多 請教你 我自己也是在應該是在一年多以前 有一個機會碰到了專門在操作網軍的人 我也是眼界大開 坦白講我這個 因為我離開政治界好久一段時間 在現在的工作已經七年多了 所以已經沒有那麼在關心政治的操作 所以我才跟他們這樣子接觸 我才知道說在網路上面 他們在PPT上面怎麼樣去操作 怎麼樣把新聞放上去 然後怎麼樣在臉書上 在PPT上面一堆假帳號 他們在解釋給我聽 要什麼時間點去把網路放上去 怎麼樣去帶風向 怎麼樣讓一群人 然後可以被你這樣帶著 去攻擊另外一批人 他們的這個說法 我聽了一次的這個簡報 我這個 可以說我聽得瞠目解釋 就是說它是一家很小群的那種 已經變成 已經是一個職業了 它就是一家公司了 它來介紹說他們是怎麼來運作 那我接觸的不多 我大概就是 我聽了兩家的簡報 那內容大同小異 那都是在講網軍怎麼操作 當然也比較證實我 當然我平常講網軍都是 比如說在 大家在聊天聽到 我沒有真正接觸到 可是大概在一年多以前 我是接觸到兩家不同的公司 就是以操作這個為職業的 然後我才知道說 確實真的是有這樣子的存在 那我們在網路上面 各位 你在各大新聞媒體的新聞連結下面 看到這些留言 你在PPT上面看到的那些評論 或者你在柳書上面 看到的這些評論 報導什麼 其實坦白講分不出來 因為你不知道哪些是 他們都養了 平常都放了很多 好多年的這些帳號 而且也會去買 因為已經現有的人去買他的帳號 你在PPT待了越久 那個帳號的價值就越高 然後可以去 因為你的真實性越高 就可以去 而且最好是你以前 那個帳號還比較沒有講到政治 他開始買來以後 再開始講政治 然後這些他都會去在網路上面 做這些操作 然後我自己也是在那個時間 我才發現到說 這一件事情 這個網軍的這個現象 真的對台灣的現在的政治 造成了一個很大的影響 另外一個是說 台灣的媒體 他每天選擇報導什麼新聞 他其實也是在網路上面去找他的素材 因為現在記者也不是那麼用心說 我每天去找什麼值得報導新聞 他也是在看網路的聲量說 哪些網路的討論的比較多 比較熱鬧的東西 我就把它拿來當新聞來播 所以媒體 傳統媒體這樣的操作方式 也助長了網軍掌控議題的能力 所以他掌控的議題 不只是在網路上面有聲量 變成他倒過來去影響傳統媒體的報導 所以這樣子的這個網軍其實 這樣子發展下去 對於台灣的選舉跟民主政治的討論 其實真的是有很大的負面影響 好 所以我們回來看聖老師的標準 從來尊重法律依法行政 有嗎?您回答 沒有 政治道德已經被我講無恥了對不對 你用網軍就無恥了 其他都不要談 當你用到網軍 對我來說 如果我今天要選舉的話 有五批人來跟我簡報 說我怎麼可以幫你 這個比價八千 這個比價五千 這個比價兩千 這個比價四千 我告訴你 我寧可選輸 我不愛敵 我靠這個營 我去找以前的黑道來就好了 黑道還至少出生入死的 這算什麼行業啊 下一個 政策品質 沒有了 因為是用網軍在那邊亂討論 帶動下面的民粹 對嗎? 然後接著 媒體有獨立嗎? 我們大陸知道沒有 所以也沒有思辨可言 因為是網軍在控制輿論 然後司法 司法在看輿論 我們的法官跟檢察官 很在乎他個人的名聲 所以他判很多案子的時候 是看輿論的風向 還有看政治的風向 所以我們的總統到底是真的總統 還是網軍在治苦 你們再想一下我剛剛的話 因為我們現在的選舉制度 是簡單多數 對不對? 大多數的人的差距都是 差五個百分點 差七個百分點 差兩三個百分點 大概都是這樣 選舉的結果都是如此 但如果網軍跟網路的操作 大概可以影響10到15%的話 然後傳統媒體又沒出息去超網路 美國的傳統媒體是自己做深入報導 付費內容 他的很多報導 一定是完全對的 可是不是因為他不獨立 可能他有消息就拿不到 比如說我今天看三大報紙 Financial Times 你用 Times 跟 Wall Street Journal 關於美中貿易談判 我剛好有一些 Insider Information 告訴我 所以我就知道華爾街的日報是正確的 金融時報是外行的 紐約時報是有出入的 那假設我的消息是正確的 可是他所以寫著有出入 不是因為他扭曲 而是他的消息不夠正確 他在過程中只是說他沒有 因為他跟川普關係不好 所以他就沒有獨家消息 那華爾街的日報關係就維持得還可以 所以他的消息就比較權威 在財經的硬體上 那如果我們現在的法官 跟我們的檢察官 又看媒體來決定他的司法 該怎麼判 什麼時候判 要不要判 那你現在剩下的民主 實質民主哪一個還留在台灣 槍啊 我們敲鐘了 喪鐘 所以說大家要一起努力 大家要一起努力 好 你們聽完我們講話 覺得台灣的民主 是一個有品質民主的人 舉手好不好 有信心在人舉手 可以嗎 哇 你有信心喔 來 那個女孩告訴我 你的信心來自什麼 那可不可以給他啊 而且他舉得好快 哇 我也希望你給我的信心 因為我已經快要不虧了 呵呵 我覺得把希望結放在別人身上就是 就從自己努力就是 我的信心就是 我會開始思考 每一篇報道的真實性 每個留言 他有沒有那個道理 就是不要隨波族有這樣 我們現在這裡結束 我請給就位 你同學最大的表現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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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著總統來到我們現場 其實上來是一個非常會搞笑的人 我想要跟他開玩笑 但是大家我想今天生活很多 我們給盛政老師 而且也謝謝他 其實他現在是 他請假就是 他是一個零朗集團的董事長 所以他特別來到我們現場 請大家幫我謝謝盛政老師 謝謝